法国足球星期一在巴黎揭晓2019年法国足球金球奖得主 最终由阿根廷球星梅西获得这个奖项 这是他职业生涯中第六次获奖 成为史上获得金球奖次数最多的球员 超越了五次当选的西罗 法国足球在11月6号就已经公布了30名候选人的名单 在颁奖典礼前 法国足球用倒数的方式公布排名 而前10名则是在现场揭晓 最终梅西利亚范代克当选 终结黄马球员连续三年获奖的势头 对此梅西非常感谢所有投票给他 并希望他得奖的记者和队友们 他认为自己非常幸运 得到了上天的眷顾 梅西表示时间过得很快 退休的铃声会敲响 所以他想享受足球 享受和家人相处的时光 另一方面 连续八年进入前二位的西罗 今年排名第三 利物浦三人进入前五 除了范代克 马内和萨拉赫则排在第四和第五位 至于为门将新设的亚新奖 也落入利物浦门将阿利松手中 稍微三人进入前三年获奖